台灣多5宗新冠肺炎病例 累計有393人確診 新增病例全部都是境外輸入 其中4人在一度 在南美洲際樓架珊瑚公主號郵輪乘客 前日回台灣檢測後確診 其餘一人是長居美國前日返台 他的親友已經在日前確診 蔡英文總統上週主持參謀總長等官員的宣誓典禮 沒有戴口罩 但為了保持社交距離 未有和宣誓人士握手 只是逐一點頭置疑